高鐵的雲林站即將在12月1號要正式的來通車 這對雲林來講是一件大事情 代表著我們雲林也晉升到整個台灣一日的生活圈 這對雲林來講是意義重大的 因此今天我們特別把雲林縣的縣政府主管匯報 那麼搬到高鐵站來 一方面迎接高鐵12月1號種種活動安排的一個簡報 那同時也進一步的請高鐵公司對我們來做一些簡介 那我想這個12月1號 不管是在地的雲林鄉親 不管是旅外的雲林鄉親 大家都非常高興的心情要迎接這個高鐵的正式通車 我們希望在雲林進入高鐵一日生活圈之後 也同時能夠帶動整個雲林縣更加快速的來成長跟進步 整個台灣各高鐵特定區的一個開發的速度 當然各地的情況都有所不同 那雲林縣因為是在12月1號我們才要開通 所以我們的開發的這個速度 當然也會比較慢一點的來進行 不過雲林縣的高鐵特定區是非常有潛力的一個地區 尤其它跟虎尾鎮這個市區距離非常的近 同時虎尾的舊市區也是一個充滿了地方特色的一個舊市區 將來的高鐵特定區形成一個新的都心 可以跟老的市區相互的揮映 我們覺得對地方的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 forever 謝謝 我們 bull太腥能